也是不知道他在讀什么 所以我也是随便乱填一个科系 大学的时候读了一个我不喜欢的科系 家裡要求的是 課業必須要好 所以也會不知道說 自己哪個方向才最適合這樣 最重要的是要認識自己 知道自己是個怎樣的人 喜歡什麼 討厭什麼 真的完完全全認識自己之後 才不會感到迷惘 才能夠真的找出方向 如果可以給年輕人更多的 自己發揮的空間 讓他們找到自己喜歡的事情 並且投注他所有的熱情 在這件事情上面的話 年輕人一定會體現出 他對於夢想的動力 我發現我們在教育的現場的一個領導者 很少有這樣的一個認知 其實我們的教育基本模式 當你有這樣的認知的時候 或許你就會知道 我要給小孩些什麼 第一個 兩種模式一個叫教育維護論 第二種模式叫做什麼 教育維新論 教育維護論 其實有一個非常大的工業性的代表 是什麼 德國有沒有 然後我們現在一直在談談 談的談談的 教育維新論 有一個很好的國家叫做什麼 芬蘭 那台灣是不是也在往這樣的方向在走 對不對 所以你在帶給小孩子的教育的時候 你是往哪個方向去走 其實它很重要 那你在班上教學的時候 你是重視小孩子的所有的 他的學習的過程裡面是以他的心 以他的興趣 以他的能力去教他 還是我就是必須要把所有的知識 通通灌注到他的身上 這個叫做內功 我學習的內功非常深厚 我搭到研究所 搭到植樹 搭到撲樹 我就必須把博士的所有的知識 內行通通給你 打到你的身上去 那才叫學習成功 那不是 那怎麼會燒掉 可能台灣會多出很多風值 對不對 但是不是啊 我覺得這不是 你如何在你的一個班上裡面的教學的過程裡面 教育的過程裡面 感動的過程裡面 如何去看到每一個小孩子不同的專長 如何看到他們不同的能力而有所發揮 這個是我們在教育現場必須要做的 所以基礎教育 有看到嗎 要讓學生發現他自己的什麼 特殊能力啊 不然你教育爸爸是不會做什麼 對不對 你真的是教了一堆學生 然後出來真的不知道他在幹什麼 我說那你未來想說什麼 不知道讀高中 高中畢業你要幹嘛讀大學 大學要讀哪一個科系 也不知道 反正考上了一個科系就讀哪一個科系 讀了呢 找工作 找什麼工作 不知道 找不到工作呢 爸爸媽媽養 沒有家庭有大 爸爸媽媽有家庭有大 好啊 那現在就很多媽寶爸爸 對不對 就這樣出現 老師 你在現場教學的時候 你如何面對你的學生的不確定性 我相信會減少很多的衝突 我相信會減少很多學生的衝突 我跟學生講話 當學生 我應該講說 上三個禮拜前 一個學生跟我們的 神教組長在那邊玩假的時候 大小的時候 我只有走過去跟他講了三句話 眼淚就掉下來 你怎麼了 我知道你很生氣 委屈了 你有什麼想告訴我嗎 OK 結束 我說 在接下來的談話裡面 我說我可以理解你的行為 但是 我不能 認同你的做法 可以嗎 OK 對啊 處理學生問題其實並不難 好 老師們有沒有這樣的想法去翻轉 還是 還是我就是 你 不可以錯 這個事情不是已經告訴過 你 N次的 你竟然還做 如果你回到賽斯的話 每一個事件都是獨立的 學生前一次犯錯 跟後面的一次犯錯 即使是有沒有相關 沒有 因為每一次的情緒是不同的 葉秉承教授說什麼 改變交易的真正關鍵在那裡 幫助老師要了解新的什麼 世界 5G世代來臨 我還說我現在 有一個叫一個老師來問 什麼叫5G 人家有人去找 什麼叫5G 你這樣用2G 3G 4G 用到現在5G 再來現在發的6G跟7G 再來現在最新的LED技術 叫做MicroLED 對不對 好 不好意思 要取代背光模組 OK 各位老師你的素養再來 你如何去面對現在的學生所面對的問題 不然你要怎麼做 對 你還在床頭明月光儀式地上衝嗎 他說老師我帶便當回家吃就好了 所以現在大家都在說素養 有沒有 現在真的是風起雲湧 全世界都是 創造力 批判思考 他也是素養 張宏毅老師說什麼 不是競爭 不是競爭 而是什麼 創新 對 所以我在他的書裡面有看到一句 他說歐巴馬 在他的就職典禮裡面講了一句話 他說 要把美國脫離老二成為世界的什麼 老大 那是在競爭之下的結果 OK 那你的學生呢 你的學生呢 是超越別人還是自我超越 你家的學生是要超越別人還是自我超越 我想答案你很清楚 唐鳳說什麼 他是被比較之下 的結果對不對 他希望 他 但是我們都知道他是男神 對不對 好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欺騙社會跟媒體嗜毒 中天不是被關台了嗎 對還錯 我們不談 但是現在有很多的新聞媒體 包括平面媒體 他們的報道是正確的嗎 對不對 當台灣都說我們台灣有百分之高達 百分七成的學生的人 都贊成川普當選的時候 他是被媒體洗腦 還是真的 台灣也在做美國生氣 你怎麼知道 如果真的叫川普來台灣選總統 穩定的 對不對 是啊 請問你那個結果 真的嗎 學生 你有沒有教他這樣的判斷能力 你說國中不重要嗎 很重要 現在國中引入一個議題 又說國中生馬來要玩股票 對不對 那為什麼 就是他已經開始導入經濟議題 代表他 在國中的階段 應該就要跟我們的真實生活做什麼 連結 所以 談完素養之後議題就會成為主流 每個人都可以定義自己的成功 不是 我定義我自己的成功 我比不上郭台銘啊 真的啊 我比不上張忠謀啊 不要執著於知識 不要執著於答案 要懂得怎麼樣 才是區分你跟 機器人不同的地方 也就是你跟Google不一樣的地方 知道嗎 你當老師如果要跟Google不一樣 麻煩你要做一點區別 OK 好 引導式的教學就很重要 在東亞文化的深層文化結構裡面 其實缺少這個東西 就是把一個孩子 當作一個獨立的個體 一個有自由有尊嚴的個體 一個孩子被對待的方式 基本上有文化的那個深層的差異 然後我去芬蘭看 去荷蘭看 去英格蘭 去以色列看 甚至去印度看 還有在韓國跟日本 我都去過 我們的那個 那個民主學校世界的會議 跟各國不同的人 你會發覺在歐洲 他的人本精神 以學習者為主體 就是以人 孩子作為一個人 他具有自由跟尊嚴的主體 他已經經過200年的演化 那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在我們台灣 基本上只有30年的時間 所以好多腦袋要轉過來 剛剛鄭教授也說的 思維的改變 這是一件真正困難的事情 就是你每天 接觸最細微的 你要尊重小孩跟小孩對話 然後讓他覺得有安全感 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尤其是我們學校的家長 可能在這個社會 剛剛好都是成功的中上階層 有可能是教授 醫生 甚至於法官 律師 還有立法委員 就是我碰過很多家長 溝通最困難的就是 權益階段的成功經驗 成為下一個階段改革的障礙 而且這個東西是藏在比較深的 我們可以透過大腦去發現問題 反思去面對它 但是真正在面對的時候 當你情緒上來的時候 你用的是你 過去成長背景的那習慣的模式 所以這是真正困難 好 越來越有時間壓抑 好 我再講快一點 不管任何的翻轉的教育 不管教育怎麼改革 總要回應到教育的本質是什麼 教育的本質 因為我在教育界跟包括我跟很多朋友講 就是大家其實大部分沒有真的挖深去思考到本質的問題 很快的會跳到怎麼做這個問題 這也是我們過去教育訓練的就是找到怎麼做 但是我們這一波的改革很可能要回來思考本質的問題了 然後本質是什麼 我提出兩個教育的本質 一定要回應的 本質就是不管你怎麼變 就是要回應 它就是不變的那個本質 我們只能透過不同的方式去逼近的本質 本質的第一個面向 怎麼樣我們怎麼協助孩子去理解 我們所生存跟生活的這個世界 這個關鍵在理解 什麼樣是理解 我們的歷史課本寫的大部分好像都是 都是在訓話或灌輸的一個繼承的答案 所謂理解你就有思辨的空間 我再舉一個物理的例子或數學的例子 物理的例子就是 當牛津的那個物理系的口試試題 有一次考了一個東西 就是他叫口試者說 給你一根那個指尺 你用兩隻手指這樣子把它撐著 然後兩隻食指靠近會發生什麼事 有的人說他會掉下去 有的人說他不會掉下去 然後拆完以後他說好你真的做做看 每次做都同樣的結果 好你解釋看看 我相信在場 或只要讀過高中的人 所有背後的原理你都知道 問題是你能不能解釋得出來 大家回去可以做這個實驗 然後用你曾經學過的科學把它抓出來 然後去解釋 解釋試試看 這個就是素養 好 所以第一個 協助孩子理解我們所生存跟生活的世界 真正的理解 其實杜威有一本書也在談這個學習 有談到什麼是理解 理解的本質 不斷的挖身 那種 什麼樣才算理解 這個跟我們說的素養有關 因為素養基本上要建立在那個理解的基礎上 OK 好 第二個 教育本質第二個面向 協助孩子透過自己的自由跟行動去發展 跟實現自己的潛能 協助孩子 而且他實現這個潛能以後 會把新的可能性 帶到我們這個舊的所生存生活的世界裡面 其實很簡單 教育的本質就是傳承跟創新 我們說保守黨跟自由黨在任何社會都有這兩種人 就是傳承跟創新的辯證關係 那你怎麼在教育領域讓這個狀態發生 不是讓小孩沒有自由 只有灌輸 只有傳承 而且傳承的人自己是不是理解你所傳承的東西 還有疑問 所以怎麼讓教育場域 這個真正可以實踐教育的本質 我覺得要有三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很理想 但是這個理想很困難 就是教育的領域的老師必須是一個權威 權威常常被誤解 權威英文叫authority 威權叫做authoritarian 權威是讓人家心業懲浮的 服從 或者是可以很自在的表達反對跟質疑 權威從來不會動用強迫的或暴力的 但是威權 就是透過暴力使人服從 那在學校領域裡面 大家可以回想 你在學校碰到了老師 或現在你自己當老師 你到底是威權還是權威 教育領域必須要 老師作為一個權威作為典範 才有辦法讓 小孩心業懲浮的 跟著你去認識這個世界 去理解這個世界 所以 老師要嘛就變成權威 變成威權 你只要使用一次威權 強迫 你的權威就一直 一點一滴的瓦解 好 教育領域 第二個需要的 小孩子必須有相當長度的自由跟行動的 這個機會 也就是他的主體性必須要出來 小孩的主體性 因為我們從芬蘭 我去芬蘭看的時候 覺得我們什麼主題式教育 跟專題式教育 我們真的來到台灣 都把它扭成我們自己要的 又找到一套程序 我們老師共同備課 這個主題可以這樣備課展 這樣發展 這樣發展 可是你去芬蘭 因為小孩子從小有主體性 每一個孩子對這個主題 會有不同的關心 或不同的興趣 從不同角度 所以主題式或專題式 他想要深入 這是很自然的 小孩子的主體性發生的時候 主題式教學 專題式教學是很自然的 不是老師 又用另外一套方法 我設計好了 再來灌給你主題 OK 這個可以從這個方發展 然後那個圖都畫出來 再要功倍好了 再回去再套到小孩頭上 小孩子主體性沒有出來啊 所以核心是小孩的主體性 他的自由 他的行動 要能夠發生 還有第三個條件 是小孩必須有機會 跟同儕可以平等的對話 平等的互動 其實這個 說到真正一個great education 一個偉大的真正好的教育 剛才說的三個條件 哈佛的具備嘛 哈佛有權威嘛 哈佛小孩的主體性很高嘛 哈佛人跟人之間 基本上可以平等的對話啊 可以平等的這樣子砍大山 包括跟老師都可以這樣子啊 那在四年前哈佛大學的校長 他對新生演講的時候 他說你們為什麼要來哈佛 你們都這麼聰明 網路都可以學到你們任何想學的東西啊 所以他重新定義 在那一次他重新定義學校 學校到底要做什麼 你們為什麼來哈佛 他重新定義學校 學習有一個目標 他用比較淺顯的話 就是當有人在胡說八道的時候 你可以判斷出來 就在日常生活 或者是媒體的試讀 或者是譬如說 阿恩斯坦 他覺得 那個牛頓的絕對時間 絕對空間 這個是叫胡說八道 OK 你可以判斷出來 那個層次不一樣 你要怎麼學會 我們常常說的獨立判斷 獨立思考的能力 然後你怎麼成為一個 courageous speaker 可以跟威權或權威 你都可以感很有勇氣的 表達自己的想法 在面對權力的時候 面對很多人的時候 你可以勇敢的 courageous speaker 然後另外一個 你怎麼成為一個 generous listener 一個慷慨大度的聆聽者 傾聽者 因為民主剛來的時候不成熟 都說民主每一個人都可以講自己的話 可是每一個人都講自己的話 不像巴別塔一樣嗎 人要如何溝通 民主真正核心的素養是 每一個人真的可以聽懂別人 講的話 民主是這個才是素養 才是核心 可以聽懂不是可以講自己的話 所以真正要實踐 逼近教育的本質 要有這三個條件 要有權威 孩子要有主體性 要有自由 然後他要能夠跟別人 對話跟合作 就是很多家長 不管剛才講的這些 醫師啦 律師啦 法官啦 企業家啦 其實企業家還好 這些所謂的知識分子 他們常常把自己 人生前半段的 這個 生命的成功經驗 想要灌輸給孩子 或想讓孩子 成為一個 依循的標準 結果卻成了 自己跟孩子 人生 下半階段的 下半階段的 障礙跟痛苦 其實教育是 無所不在的 教育 學習 絕對不是發生在 課堂當中而已 可是在我們台灣 在我們的 東方教育裡面 都很認真 可是離開學校之後 就討厭書 討厭學習 那是因為我們過去 在學習的時候 就沒有把學習 導入生活 我們過去在學習的時候 就沒有把學習 變成是一個 一輩子 持續不斷的過程 其實教育學習 是無所不在的 可是當我們的學校 沒有教會我們這個東西 就把我們的學習 跟後來的生活 就切開了 切開了 那當然是我們 早一輩的部分 我相信現在 很多開始已經不一樣了 那當現在 任何的孩子 都能在網路世界裡面 找到這麼多的資訊 包括醫學也是 你開一個藥 病人馬上回去就 找出他所有的副作用 那麼這時候 你的優勢在哪裡 或是你能教孩子的是什麼 所以課堂上 絕對不是只是在 知識的傳授了 所以剛才 鄭教授有提到 他是開始學問 學會問問題 而不是學會給答案 開始學會問問題 而不是開始學習 給答案 或答出標準答案 我記得我以前 我在演講的時候 曾經提到 我們最小的時候就是 是非題嘛 圈叉 再來就變選擇題 再來就變成問答題 可是 當我們後來長大之後 我們還停留在是非題 對還是不對 我們還停留在是非題 可惜我們小時候 真的訓練得很好 各位 我們還停留在 圈跟叉 我們 到我們長大很大之後 我們還停留在圈跟叉 因為我們還在回答選擇題 你給我選項好不好 對 然後提到生論題 還要問答題 常常就是不知道怎麼辦 不知道怎麼辦 尤其剛才 黃教授提到 早期台灣的教育 這個 理工教育 SOP 訓練出我們現在的 台積電 高科技人才 可是在心理的成熟度上 在自主性上 在依賴度上 可能不夠 開創性上 不夠 我在說 孩子在很小的時候 當老師問了一個問題 說我的孩子 不管懂不懂 知不知道標準答案 他都舉手的時候 那才是我們真正本來的樣子 我就是想舉手 然後胡說八道 我也覺得很開心 可是當我們長大之後 我們就不舉手 因為我們覺得舉手 就要說對答案 因為說錯 就覺得丟臉 各位 我們什麼時候開始覺得丟臉了 就是我們什麼時候開始的 自我開始長大了 我們開始愛面子了 開始在乎別人的看法了 開始用社會眼光來看我們自己了 我們不再回到我們的心靈了 成功的定義是誰定義的 社會的定義還是我的定義 我很常常喜歡講 我賺錢的速度 也遠遠比不上郭台銘 我也遠遠比上郭台銘 可是你真的覺得你比他不成功嗎 那倒不一定 各位人還是有一定的 這種 驕傲 跟 自尊心嘛 所以到底成功的定義是什麼 教育真的只是 為了 幫助孩子 將來 上好學校 找好工作 然後買得起房子 然後過日子 難怪我們片頭看看使會覺得 為什麼要念書 為什麼受教育 好 自然世界 強調的是 每個個人的人性的傾向 強調的是 心靈傾向 而在再次的哲學裡面 教育常常是教我們應付文化世界 應付競爭的世界 生存的世界 而違背了我們的本性 比如說剛剛講很多的教育的例子 你爸媽是醫生 你怎麼覺得你孩子喜歡當醫生呢 這次心法強調的是心靈 心靈它可以適應各個時代各個文化 但是 其過程 可能是痛苦的 可能 是 很艱辛的 很艱辛的 當我們的社會 不斷地強要生存競爭 所有的父母都在擔心孩子的未來 擔心孩子將來當乞丐 對啊 每個爸媽都會說 孩子你不念書將來當乞丐 可是後來我們知道 那些念書念得很好的 都回來當工程師 當初書念得不好的 都回來當老闆 教育常常違反了人的天性 所以 賽斯心法講 當然要以人為本 以人為本是最重要的考量 但是我們更要強調 回到以心靈為本 那什麼是心靈 心靈的詮釋是什麼 心靈的話語權是什麼 心靈的操作是什麼 心靈的理解是什麼 常常教育是違反自然人的天性 所以對自然人對心靈的概念到底是什麼 那就是我們要去看到的地方 那這是賽斯的口述 我們的文化注重知性與科學 知性常常被交易跟它的源頭分離 這源頭就是我們常講的心靈 那學識是經人科醫師 我會講 潛意識往下的內我意識 內我意識 就是我們常常在那邊 和口號的 一點意義都沒有的 愛 智慧 慈悲 創造力 喜悅 跟神通 好 那知性常常被它的源頭分離 所以人開始覺得焦慮 人開始把它跟自然世界分離了 人開始用理性 用邏輯 歸納 分析跟經驗法則 來看待存在 人不再把自己視為 它跟土地是一體的 人也不再經驗到 它跟大自然的一體感 所以理論跟經驗是不同的 但是沒有理論 也不會導致隨後的經驗 那長期教育常常是 填壓式跟引導式 那引導會引導什麼 什麼東西被引導 內在的自發性 內在的創造力 那自發性創造力的本質 又是來自哪裡 來自原子分子意外的碰撞嗎 來自DNA 來自達爾文的生存競爭的動力嗎 來自要贏過別人 來證明自己有價值嗎 到底心靈的本質是什麼 是什麼 好 所以知性開始覺得到這種無力感 而理性之道 常常很發達 可是常常 它最後導致的結論是悲觀 悲觀 所以你到底要當一個 悲觀的索格拉底 還是當一隻快樂的豬 對 這常常好像你吃到的越多 你必須越悲觀 在世心法的核心的觀念裡面 它尊重每個個體 它相信每個生命會完成它自己 所謂的自發性 它相信環境跟人是合作關係 各位不是適者生存 不適者淘汰 它完全是不同的思維 它的宇宙觀是不一樣的 它的三觀是不同的 那什麼叫每個細胞相信明天會更好 各位在唱歌嗎 不是 它是一個不同的思維 它相信細胞有它的意識 如果細胞沒有意識 它怎麼知道什麼時候要分泌胃酸 什麼時候開始增加心跳 它相信細胞是有意識的 而細胞的世界 它知道自己是死後有存 最後提到宇宙觀跟靈魂觀 所以賽斯哲學是相信 肉體是靈魂的顯現 那麼中奇醫生 我們如何從肉體的層面 切近心靈 到底心靈是什麼 如果心靈可以獨立於肉體之外而運作 那麼這樣的一個概念 它如果進入教育 或進入教育的一個支派 它將產生一個什麼樣的現象 來 在內在世界裡面 這是我們講的心靈的概念 所以整個賽斯心法 它所有講這麼多東西 它背後是要 規劃出一個心靈的輪廓 輪廓 而每個心靈都是獨特的 沒有一個跟另外一個相同 在內在世界裡面 你的慾望不費力的 帶來他自己的完成 而那個內在世界 與外在世界交互並知 這什麼叫內在世界 那如何引導孩子認識內在世界 而這個內在世界 最後不是與外在的生存脫離 反而兩個是能夠如何的相互應揮 而不論怎麼樣 情況必然會改變 不論再怎麼糟糕 明天會更好 而知性 容許自己處理很多的訊息 也許學習很多技能 但是這裡又提到了擴展了 其實自我意識跟知性是能夠擴展 它可以重拾處理很多世界觀 而知道每個都是處理實相的方式 來 各位 意思就是說 當我們的教育過度強調思考邏輯理性技能 我們有沒有強調直覺 我們有沒有強調本能 所以剛剛講自學 其實應該講 學校的課堂教育是自學的一部分 這才是對的 本質上所有的學習都是自學 而課堂上的學習 只是自學的一部分而已 這個觀念才是對的 我跟我兒子 老大的關係 因為他讀我們學校 在我們學校幾乎六年都沒有進過課堂 你知道我老婆是 在小學教書 然後那個壓力 來自他家族 或來自於這種對未來的不確定性 所以我們其實在家裡常常吵架的 然後那六年 他就整天晚 連放假的時候都不待在家裡 放假四天 還是要到同學家玩 那後來我看 奇怪已經到了高二了 還連那個數學可能在國一的長度 就其他科都沒有進展 我想說 難的問題都解決了 然後我可以陪我兒子去 去澎湖住一年 然後可以幫他補一下基本能力 就邀他們去啊 結果他們去了 第一個禮拜完以後 我那個老大就跟我說 他沒辦法 他有一個同學在台南 想要跟他住在那邊租房子去打工 然後每天去安平港衝浪 我說你再想三天 三天後我們再談 就是你真的想 然後三天以後我們在海邊散步 然後我就聽他講他的想法 OK他的計畫 我說這是你的決定 就是決定 我會尊重你的決定 就這樣 OK 然後他就去了 那我回來跟我老婆講說服他 那後來他們比較成熟以後 老大到高三才說 我要讀法律系 我說喔好啊 然後 而且我非台大法律系不讀 我說這個就不用這個樣子 可是他真的每天都做十個小時 然後那時候 我老婆開始擔心了 他說這樣會不會出問題 會不會痔瘡怎麼樣 然後我看他溝通溝通 有需要這樣子嗎 他說 我都已經玩了七年了 我再多付個兩年三年都花得來 這樣子 所以他還真的這樣子 拚耶 真的坐得住 然後 後來還真的去讀台大法律系 但是 他回來跟我講通識課程 碰到很多台大的同學 他觀察到的現象 就是 譬如說修文學 修歷史 日本史 他說 其實好像同學 都只能讀到表面的故事 沒有看到那個背後 真正在談的那些人性 或者是講話很幼稚 就是他會做這些抱怨 這是我們付出的代價 我剛才說的 我們在培養各個領域的技術人員 沒有機會讓他們的思想去展開 去挖身 這也是這一波我覺得教改很重要的 我一個頭來開始定義 什麼是自由的心智 我覺得自由的心智要包含三個內涵 第一個是好奇心 第二個是勇氣 第三個是廣闊的心胸 第一個好奇心大概是 我不管是人類是演化來 或者是上帝創造的 總之 他是來自於一個奧秘的力量 賜給人類最珍貴的禮物 他是我們想要去理解 去探索去創造的一種渴望 那我們的教育剛好 反其道而行 其實會一直壓抑小孩的好奇心 所以好奇心是很核心的東西 怎麼培養出這樣自由的心智 首先你必須透過自由的教育 那自由的教育應該包含哪些 有三個概念 第一個叫做消極自由 第二個叫積極自由 第三個叫做共和的自由 那我一個一個解釋 什麼是消極自由 一個人可以很自在地說不的權利 那我跟我們的家長溝通最多的是這個 孩子有沒有一種自在跟信任跟你 你可以把你的善意 你的理由所有的邀請都講給他聽 那聽完以後啊 他說你講的很有道理 但是我還是選擇不要 那就是最後答案了 你有沒有這種胸襟 真的尊重別人這個自由 這個消極自由 這個是我們文化裡面 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然後第二個是積極自由 大部分人談到自由 其實想的是這個層次 當我自己想要做什麼的時候 為自己設定目標 為自己定立計劃 然後非常積極的投入 認真的投入 就是Active Engagement 大部分人想的是這樣的 那個積極自由 沒有錯 積極自由 為什麼叫積極 積極自由是真正建立你的自信 你的力量 如果你有很多這樣子積極投入 然後去完成的經驗 你的自信 你的自我肯定會越來越強 其實我剛剛今天早上講的那個故事 那個孩子 我其實有跟他爸爸媽媽 跟他朋友講說 這個孩子 從小這麼聰明 大家都肯定了 什麼小題型 寫詩數學 每一樣思考能力都很好 他如果沒有來我們這邊 他高中畢業很自然 考上台大清華 大家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對勁啊 然後他爸爸媽媽 前幾天來 我還在跟他聊 一直覺得這個小孩子 打掉重念 開始長出自己的東西 自己真正的主體性 也許這個才是真正自由的心智 當然沒有自由的心智 你也可以讀台大清華 這樣子 你不覺得有什麼不對勁 但是好像覺得生命缺點什麼 所以這是消極自由 其實消極自由才是真的可以產生魔法的 就是你讓生命自然的力量 很像是一個很厲害的心理學家 卡倫和你說的 每一個孩子的心都像一個橡樹的果實 你只要把阻礙他成長的那個障礙搬開 他就會自己長成大樹了 這需要消極自由 他可以讓大自然的魔法自然產生的 這是我們的文化一直沒有認識到這件事情 然後再來第三個 叫做共和的自由 共和叫republic 跟民主不一樣 民主其實是簡單的多數決 民主一開始在希臘共和的時候 被當作是負面的詞 他說民主比較多人就決定 這就是多數獨裁的意思 但是他們那時候一直到美國建立 都叫做共和 那這個可以 可以用美國現在的制度來解釋 美國的眾議院是民主制 就是多數決 美國的參議院 有幾個精神 第一個 不管你這一週人多人少 你的代表都一樣 加州四千萬人也是選出兩個代表 阿拉斯加州五十幾萬人也是選出兩個代表 所以共和你會尊重少數 然後再來 美國參議院還有一個精神 就是他不是簡單多數決 他必須要六十票 很多大多數要六十票才能夠通過 也就是我盡量追求共識 所以共和式 簡單來說他比較是審議宿的民主 一般我們說的民主叫精英式民主 就是簡單多數決 但是審議宿就是每一個人都可以 獨立思考深思熟慮的個體 盡量追求共識 共識尊重少數 這是共和的自由 所以小孩 就像我說芬蘭的制度 芬蘭他們 從小就讓小孩 在這種民主的學校成長 每個學校都有 自治會 都有專用辦公室 從小學就開始 而且還有指導老師 協助跟他們討論提出議案跟學校對話 那每一個地區各個學校 的自治會 又有聯合會 聯合會的代表 跟整個教育機關對話 這個就是從小學會這種審議式的民主 就是共和的自由 就是參與公共領域的討論跟決策 成為一個可以獨立思考的公民 整合一下所謂的自由心智 其實要包含好奇心 勇氣 跟廣闊的心胸 那你要培養 一個自由的心智 你就必須有相應自由的教育 有時候我 這麼多年在辦學 我常常碰到 一直撞斃的 除了那些法治的 制度上的問題以外 到這個階段我覺得真正碰到的是 文化生成結構人無意識的 這個狀態 剛才我說的都是你碰到這個 真正碰到考驗的時候 都是你的無意識 因為無意識其實會形塑你 對很多事情的那個回應 我可以講一些小例子 我有一次跟朋友去那個 我們大湖那邊 有一個叫湖伴花時間 喝咖啡 然後我們在那邊喝咖啡 剛好有一群人要離開 前面有兩個小女孩 穿的那個裙子很漂亮 然後蹦蹦跳跳在跳 然後後來媽媽 阿嬤媽媽抱了一個小孩 然後再來有一個阿姨這樣子 然後我就忽然聽阿姨在問說 小朋友 這邊是不是很好玩 然後兩個小朋友就停下來 剛好在我前面 然後就轉頭互望了一下 然後繼續蹦蹦跳跳 沒有回答這樣 然後阿姨就開始在問 小朋友 這邊是不是很好玩 那兩個停下來互望了一下 然後就開始轉頭跳 然後後面那個叫做 對啊對啊 這是我們很無意識 每天都在發生的 真正無意識 我說文化生成績 就是因為你沒有注意到 這個世界上活著 好像還很少人做到 就是我又說的 好我現在講的定一碗 但是要做的時候 我們不 因為我們沒有這樣成長經驗 所以我們必須不斷的反思 然後不斷的跟自己對話 然後不斷的調整 為了給下一代 設在一個更廣闊的空間 如果我們所有教育的體制 教育的過程 是在為自我謀福利呢 我們的教育是 Oriented 是朝向教育自我呢 那人只有自我嗎 各位 你懂得很多你不快樂 有什麼屁用 你學問得很高 你知識很豐富 你們有什麼開心 說實話你學個屁呀 各位 好 所以如果我們的教育 是為自我意識量身定做 那自我意識通常就為了什麼 第一個嘛 面子嘛 再來就是恐懼嘛 再來就是競爭嘛 再來就是在物質世界的存活嘛 那難道 我們要把自己貶低成像動物一樣嗎 但是要這樣對動物也不公平啊 動物要追求的 不是只是生命的存在 它也要求生命的品質啊 各位 好 所以如果我們的教育 都只是在為自我服務 那麼 那就是整個教育 其背後的 真正的哲學思維出了問題 現在教育的思維 是在為自我服務 進食教育 才用最有效快速的方法 讓孩子學會跟熟悉某一項技能 但是剛剛講 黃校長講一句話我很感動 他說 如果你先讓孩子 跟著一個他渴望的東西 他為了去追求他渴望的東西 他所有其他的東西都跟著學起來了 可是後來我們 我們學一大堆東西 但是渴望的東西是什麼 就不知道啦 難怪各位迷惘的大人們 你什麼時候覺得你這一輩子 有一個你真的想追求的 我們的教育還是沒有給我們啟發 沒有給我們啟發這個東西啊 各位 沒有給我們啟發這個東西 所以教育的啟發 你如果讓孩子 真的知道他要 踏取到他的靈魂好了 他的靈魂告訴他 他就是要這個東西 那因著他要這個東西 他只好把其他東西也跟著怎麼樣 只好補起來啦 就像黃校長的老大 最後他 終於知道他要讀法律啦 那你法律你其他也要過啊 你總不能 某一科目過其他都不過吧 那我為了得到我得到的 我就必須開始甘願了你知道嗎 甘願啊 你就不需要甘願啦 在教育的領域 我們有多少心靈的感知 心靈的潛能 他從來沒有被開發過 那如果教育我剛講 他不是只是為生存 為自我服務 教育的本質包含的 心靈的開啟 每個孩子的獨特性 自信心的建立 包括每個孩子 從自己內在的 很深的一種連結 對 剛講 第二點 聖世哲學 他相信 人的心靈裡面 蘊含著無窮的智慧 如果我們相信 人的心智當中 的確有 所有一些隱藏在背後的 一個巨大的 未開發的處女地 那麼各位 對不起 那有趣的就好玩了 整個教育的未來 就有了完全不同的展望了 來 我們看第三 孩子的心智當中 有著此生發展的生命藍圖 那是專為這個孩子設計 未來人生最佳的價值完成 但是這樣的一句話是沒有意義的 他從哪裡來 他的具體操作是什麼 他的know how是什麼 他背後的理論基礎是什麼 他如何去實踐 他如何化為孩子 跟教育孩子的 這一群教育者的 生命經驗的一部分 什麼叫生命藍圖 各位 我們不能老是講一些 是是而非的觀念 我們不能每次 常常就是在喊口號 喊口號肚子是不會飽的 我們要know how 甚至我們要去不斷地去怎麼樣落實下來 好來 不再是把外在知識跟才能灌注到孩子的心智中 而是承認孩子的知識才能智慧的內在性 各自內在性就是在述說著所謂的靈性的概念的意思 心靈的概念 因為有時候我比較喜歡講心靈 而不是講靈魂 因為靈魂就很多的 類似像宗教方面的一個聯想 好 這樣的一個心靈 那麼 每個孩子都是屬於他自己那一類的天才 是啊 我很喜歡剛剛黃校長講一句話 我們的教育是讓孩子的好奇心 越來越萎縮 各位每個小孩剛開始進學校的時候 每個都很好奇啊 每個都很愛講話 當我們的教育慢慢地提供 越來越多的標準答案的時候 每個孩子就閉嘴了 因為我對你沒興趣 我對你有沒有符合標準答案有興趣 我對你是不是一個藝術品 我沒興趣 我能不能把你變成一個一次化的 很好的產品有興趣 我們的教育 對於把孩子變成什麼很感興趣 對於孩子本來是什麼沒興趣 大家都在敢進度 嗯 你是鄉西敢吃 老師不再對每個個別的孩子感興趣跟好奇 我想好奇你是誰 我想好奇你是哪一種靈魂 我想好奇你的內心是原來扁的 我想對你充滿的好奇 而不是我想把你變成什麼 各位 所以我們的教育 熱衷於把孩子變成什麼 可是我們從來不認識孩子是什麼 啊這這這 這個教育我想不翻轉也半條命啊 想從別人的讚美 來發現自己是誰 想藉由符合社會的期待 來認識自己是誰 但是這個東西 它絕對是要砍掉重練的啦 各位 你今天沒有砍掉重練 因為就像學士是精神疾病專家嘛 我常告訴各位 那些比如說強迫症的孩子 思覺失調的孩子 躁鬱症的孩子 躁鬱症的孩子 就是從小都是乖乖排 從小都沒有叛逆過 所以你的孩子越叛逆 你要越高興 叛逆代表什麼 叛逆是他開始試著 推翻你給他的價值觀 他想找回他被動的自由 到有一天 他自己學會界定他自己了 而不再用你的價值觀 或社會的價值觀來看他自己 他才能真的找回他自己 藉由外在的引導 開放盡可能多的嘗試 以一個不要先入為主的價值觀 來引導孩子 認識他的獨特性在哪裡 不管在怎麼批評 不管誰告訴你 這是一個生存競爭 你死我 我的世界 賽斯哲學就是 相信宇宙的本質是善的 宇宙的本質是善的 所有的孩子的天生的本質是好的 健康的 被愛的 平安的 它的價值不是來自父母親的給予 是來自生命本身神奇的禮物 各位 就像說的父母 最開心的是讓孩子做他自己 那在心靈層面 每一個個體或每一個生物 是怎麼跟宇宙這個大能量 產生連結的 就像早上的PTT裡面 每一個人格有沒有尋找他 所來自的宇宙的根源 肉體上你知道你的父母是誰 那靈魂層面 你知道你的人格來自何處嗎 它是精軟你的身體有機體存在 產生人格 當你的有機體肉體毀滅的時候 人格就毀滅了嗎 今天我們也不要講一個造物主 而是你有沒有辦法跟他產生一個 存在的一種連結的經驗 它如何不是只是一個理論 而可以是一個生命的經驗 賽斯心靈教育的未來預見 好 我根本認為 我們賽斯教育基金會 就是在做這件事 如果各位你要我說的直覺一點 我覺得我們就是在為人類世界的未來 可能產生的巨大變化 而在嘗試一個全新的不同的可能性 我們今年就把它定位在2021珍惜自己擁抱你 好 賽斯魔法學校就是一所要認識自己的心靈學校 我們把它定位在我們就是要來認識自己 我們要來帶著我們的孩子 開始認識他自己 好 你願意花多少時間 想帶一朵花開 剛剛我們的大雄校長就講到 我們對孩子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耐心等待 好 因為每一個種子播下去之後 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開花 會結果 好 每一個種子 它都用著它自己的特質 用它自己的時間慢慢地成熟 所以我們如何用同樣的教育方式 來讓每一個孩子 都在一個我們既定的時間裡面 去完成他們的學業 所以我們究竟願意花多少時間 來等待我們孩子 用他的腳步成熟長大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心態 我們的大人是不是有這樣的耐心 來等待他們成熟 所以很多人都問我 魔法學校什麼時候會蓋好 我們要報名 這個很報情 我們目前的一個階段 魔法學校它不是一個正式的學校 它卻是要來傳遞一個理念 它是要傳遞一個認識自己的核心理念 傳達每個人都有它的獨特性 每個人的獨特的思考風格 所建構新的內在的意義 那將導致下一個紀元 這是賽斯心法 設入了一個全新的教育歷程 我想從早上到剛剛徐醫師在講的內容 各位一定都注意到有一個非常關鍵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思想 想法受限於很多傳統的價值觀 那我們的外境就會順著這個價值觀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非常不一樣的思考風格 我們看現在的年輕人就知道了 他們有非常多讓我們意想不到的一些想法 越多的孩子從小 他們的很多的心靈的能力 其實都已經開始展現 我覺得配合著現在的一個非常不一樣的世紀 這些孩子的心靈已經都在發展 而且令人驚訝 那麼各位你想 假如我們的大人 都還是帶著一個傳統的思想 我們如何來照顧這些孩子長大 所以賽斯說一個全新的教育歷程 都是建立在每一個人的獨特的思考的風格上面 它會創造一個新的世紀 我們當前的教育 各位也知道 都太專門化 太偏見化 沒有彈性 所以 教育的利益都很好 我從九年一半研究到翻展教育 我看了很多的教育的資料 真的都很棒 可是為什麼總是會碰到一些問題呢 原來是這些 反教育的內容也好 它沒有辦法適合每一個人 也因為不能夠適合每一個人 所以會意想不到的問題 因為每個人的獨特性 所以賽斯魔法學校 我把它定義在 它不是為了要解決這些教育上的問題 因為沒有任何的一個方法 能夠解決所有人的問題 因為每個人如此的不同 所以賽斯魔法學校 我們想要提供一套 以賽斯資料為架構的生命哲學理念 我們要從這個理念 就是要從基礎教育 就要開始做起 然後來建構生命 在進行中的一個支撐的骨架 所以 什麼是賽斯的生命哲學呢 我給大家做一個簡單的重點的整理 認識人類人格的本質 和意識變化的能力 第二 認識如何做一個最符合個人特質的人 並以此為根本 然後不斷地藉由向內心探索 擴展 專屬於你個人的各種潛能和可能性 探索自己的同時 我們也學會 信念創造實相的宇宙真相 並且為自己的創造負責 塞斯生命的哲學 就是想要協助每一個人 都能夠站穩腳步去學習跟成長 鼓勵每個人的獨特的思考風格 去經驗人生種種的挑戰 並且了無到宇宙奧妙的真理 好像這些道理 我們在塞斯系統上有很多 那接下來 在這樣的一個塞斯生命哲學的基本架構上 我們要怎麼樣來實際的 具體的來推動這樣的一個生命哲學呢 我們的願景是 我們希望能夠在校園中設置一個魔法實驗室 我們希望在未來 等我們的更成熟的發展之後 真的能夠來成立身心靈的中小學或大學 然後成為塞斯學派生命教育的教學和研發中心 我們要做什麼呢 我想特別介紹一下魔法實驗室的一個概念 我想給很多老師聽 他們都很興奮 他們覺得非常重要 就是在我們的學校裡面 那它不只是一個輔導室 它是可以有一個空間 讓我們的學生能夠安全表達情緒 甚至於當我們的孩子碰到了很多人生的挫折 像親人的離世父母離異家暴 種種悲傷議題的撫慰中心 它也是一個能夠探討生命意義的主題教室 然後跟孩子進行深度的對話 那像這個教室 我講給老師們聽 老師們都說他們比較需要 他們也需要 所以我們有一間給老師 有一間給學生 那我們這樣的一個想法 就是能夠補充學校教育不足的 核心價值的探索 就是如何認識自己 所以我們在學校裡面 能夠有這樣的一個空間 為的就是能夠讓這些學生 在老師有限的經歷之下 還能夠有一個空間 讓學生真正的 好好的去發洩他的情緒 然後去開始做進一步的自我探索 就是因為從無到有 在這個創造的過程 是一個非常喜悅熱情 充滿了興奮感的事情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為了這個目的我們成立了 賽斯網路公益電視台 就是希望為全世界的人類 提供一個向內覺察 傳遞正能量 協助每一個人 都能把我們內在的正能量 我們的內我的愛 智慧慈悲 創造力 喜悅跟潛能打開 讓我們的社會更和諧 來活出身心靈 平衡健康的人生 而這十幾年來 賽斯網路公益電視台 一共自播了 身心靈的公益講座 讀書會 近兩千場 而我們所有的 時事健康節目 也近一百集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支持我們的理念 希望您一起來 支持我們的 賽斯網路公益電視台 而您的小小的捐款 能夠讓我們大大的出力 能夠讓我們為這個社會 盡每個人能盡得一起的力量 希望您能夠與我們 一同來參與這樣的行列 再次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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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